三菲姐她愿意去裸婚 就什么都不要 就结婚了 但在那个年代的确也没有什么太多 也没有吧 我妈妈那时候结婚的时候就两个覆盖卷 那起码要给假面盘去 然后她要给假面盘去 毕竟是早多了 对啊 没有婚礼吗 九夕总要白结婚的 没有 那你就到现在没有 什么新棉被 我他们也 妈妈家听 他们别生气 就是 那就是这样子的嘛 而且他们本身也是不对家庭的 本身大家也不讲究 棉被也是 所以一切都是老大 没有一个什么大红的什么被子 没有什么都没有 我那个是我老公年三十 日子都不定的 我们照片还是自己院子里面 彩照拍拍 结婚照上一贴 然后说那什么时候结婚 没想到今天年三十吧 11月10月份申请的 然后到了年三十 今天年三十宣布吧 年三十年夜半的时候说 他俩结婚了 结婚了 我老公还在职业班 真的 太浪漫了 然后我外华称 自己偷偷在房间里面写上 欢迎杨南 他下方回来嘛 欢迎他用字勾出来的 就这样 这算很浪漫